哈囉 歡迎回到EastF DIY的操作平台 那在影音區一樣可以設定跑馬燈 我們看到上方的按鍵列 點選影音 跑馬燈管理 新增跑馬燈 那新增跑馬燈按下之後會看到以下的畫面 我們首先輸入跑馬燈的標題名稱 接下來是輸入跑馬燈的連結網址 那在這裡特別做一個小提醒 我們的跑馬燈是使用上下輪轉的方式 所以建議文字一行在18個字以內 如果超過18個字它是會跳到下一行 然而文字的數量是沒有限制的 在網址的部分你可以自由選填 當你填入網址的時候 使用者在手機端若點下跑馬燈文字 就會導入到這個填入的網頁 接下來填入開始和結束的時間 可以先預定排成跑馬燈的時程 如果沒有填寫結束時間 那它系統就會讀取為永久啟用喔 最後一樣有三種模式可以選擇 發布、草稿、庫存都可以做修改